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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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學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這第二堂課的部分 我會把這個 腦機介面的部分呢 再做一個延伸 然後最後我會講到 今天的這個 後面後半段會講到第三個主題 就是跟這個法律之間的一些關聯性 那我們在上節課看到了非常 非常令人這個振奮的一個消息 就是知道說我們目前的腦機介面 的確可以幫助這些四肢癱瘓的病人 能夠藉由意志力來控制這些人工手臂 那如果你朝著這樣的一個思路去想下去的話 你會不會想說這些 所謂的Brain Machine Interface 腦B介面 到底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 會不會有一天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輸入 比如說我們要看的一些比賽 部落格等等 都可以藉由電極插到我們大腦裡面 我們根本不用學了 我們就是只要直入這些電極 然後給稍微電一下 我們就什麼都知道 大概這還不到那種程度啦 但是呢 有些事情呢 很多科幻小說去試圖去想 包括我們在科幻小說很早以前想說 我們可以藉由意志力來控制輪椅 控制直接手背 那各位在上節課的影片當中已經看到 這些科幻小說 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所寫的這個過程呢 今天已經可以實現了 可是呢 科幻小說所寫的可以把文字直接或者是故事或者影像 直接的輸入到你大腦這一段呢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 而且還蠻難成功的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我們對於關於比如說文字或者影片呢 要能夠直入到大腦這件事情呢 還是有相當大的這個困難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編碼的程序 那我們剛才前面看到說 我們之所以能夠控制猴子或者是人的手 機械手背呢 是因為我們可以解讀出這些所謂的neural coding 但是如果你對於這些文字載入的這些神經的 這個方式的這個coding不了解的話就很困難 再加上說呢 我們知道呢 很多的這些大腦呢 這個在海馬回或者在其他的一些腦區呢 有很多的這些神經元 這些神經元每一個神經元都這麼小 然後呢 你的電極呢 要去電特定的一個神經元 要控制它的空間跟時間的精準度 就是spatial temporal resolution呢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呢 你或許希望呢 將來有一天看見小花跑來 你的大腦裡面呢 就會出現看見小花跑來 你就不用去看這件事情呢 你就把它記起來 實際上呢 這沒有這麼困難 這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並不知道這個海馬回 是如何incode這些記憶的訊息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設計出一個人工海馬回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我們可以設計人工電子耳 然後我們現在也可以用人工電子眼 然後我們剛才有人工的這個機械手背 給人工的這個抑制 但是呢 對於說 是不是有所謂的人工海馬回 可以幫助你去記憶 或者是幫助那些記憶上司 像我們在上禮拜所講的 阿茲海默症的病人 有沒有這種人工輔具呢 到目前為止呢 是沒有的 unfortunately 不過呢 各位都知道呢 電似乎是有好處的 你去做復健的時候呢 復健是把你電一下 你去做這個 這個 這個 Parkinson 的病人的時候呢 醫生呢 將電極插到你的大腦裡面去電一下 剛才影片當中也發現 對於這個 帕金氏症的病人是有好處 所以似乎呢 Brain Bot Bot就是電一下意思 就是說似乎電大腦呢 好像有好處 那這個是指說 對於有病的人 電大腦是有好處 那如果我們沒有病的人 比如說像我跟你 如果我們把電極插到我們大腦上 電一下呢 會不會有好處呢 這是很多人想問的問題 就是電除了治療 有沒有增強的效果 那過去呢 其實有一些人做過一些不同的研究 發現說呢 反正你把電極呢 不管是 anal跟 cathode 放在不同的位置呢 如果你是電在整頁的話呢 似乎會去影響到你的 visual perception 對於視覺呢 好像有幫助 那如果是電這些 motor cortex 當然是跟你的這個 motor control 運動的控制是有關 那有人也發現說呢 如果是電你的這個前額頁的話呢 dolso lateral的 prefrontal cortex 似乎有增強 walking memory 的好處 敢不敢做的是你可以回家自己試試看 不過呢 就是過去的研究發現說呢 似乎電有一些神奇的效果 但是我們對於電出來的結果 以及電磁機呢 對於這個神經的 所謂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增強的 增益的效果呢 目前還是不清楚的 所以在這篇文章裡面呢 其實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電磁機呢 似乎在從過去的這個delgado 在60年代所做的實驗 到今天的各式各樣不同的一些成就呢 似乎證明電磁機在很多的神經的再生上面 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電是不能隨便亂電的 因為呢大腦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 你隨便亂電的話呢 可能會有很多的很多的副作用 所以這些呢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的 那另外呢一個很有趣的news呢 就是我們知道呢治療Parkinson的病人呢 做deep brain stimulation 經常要將電磁埋在大腦的不同區域 來治療這些所謂的癲症也好 或是Parkinson disease 也好 但是這些電磁呢 每次埋射的時候呢 也不是每次都是剛好埋射到醫生想要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會偏一點 就有個病人呢 就告訴醫生說 他在經由電磁機之後呢 除了可以治療他原本的 Parkinson 的這個症狀之外呢 同時呢也會增加他的這個性慾 也就是說呢似乎呢會造成呢 在某一些的電磁機呢在不同的腦區 我們在之前課也講過說大腦裡面呢 有一些是跟情緒有關的腦區 有一些是跟恐懼有關的腦區 雖然我們還沒有找到有關快樂的腦區 但是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呢 我去電你的這個dopamine neuron的話呢 你可能會有獎賞的感覺 所以似乎電呢有某種程度的這種效果 但是就像我剛才講的電磁機呢 雖然在很多治療上面發現有他很有重要的潛力 但是呢 是不是能夠這樣子沒有規範的使用呢 也是一個值得大家探討的問題 接下來呢 我們要沿著我們剛才前面講這個腦機介面呢 來講說既然大腦是相當複雜 那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今天可以設計出一台電腦 是可以模擬人的電腦 就是模擬人腦運作的這個電腦 有沒有可能做這件事呢 其實是有人在想這件事情 而且呢正在進行當中 那這個過程呢就是呢 他們有一個目標呢 就是希望呢結合所有的高速電腦 所有我們對於目前所大腦的知識呢 把它結合在一起 是不是能夠建造出一個電腦 這個就是所謂的 Human Brain Project 簡稱這個FEP 這個目標呢 是目前呢在以歐洲為主有130所大選呢 共同參與的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呢 目前正在爭取呢 歐盟的這個研究經費 歐盟呢 決定在10年內提供10億歐元的這個研究經費呢 給兩個計畫 那目前有6個計畫在領選當中 這個Brain Human Brain Project呢 就是其中之一 但明年的2月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呢 這個計畫有沒有拿到Funding 那事實上呢 有一些人是不贊成這個計畫 有一些人是覺得這個計畫呢 很好 但是呢有很多值得考慮的地方 因為呢 到底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呢 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一台電腦 可以predict你大腦裡面所有發生的事情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當作是一個 這個電腦模擬的實驗 那我們可以對於一些精神疾病 或者神經方面的疾病 包括阿茲海默症 或者是這個Parkinson disease 做更多的研究跟了解 可是當然是有它的目的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要解構人腦 就是我們知道說大腦呢 是由許許多多的腦區所構成 許許多的腦區呢 是由很多的回路構成 回路是由細胞構成 細胞是由分子構成 所以這個human brain project 這個brain的這個computation project呢 其實就是要去模擬從分子的層次 all the way到全腦的層次 那當然是有沒有可能實現呢 當然是在目前呢是比較困難 原因就在於說我們的運算速度是不夠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呢 目前呢這是在這個2014年的時候呢 我們預期呢是可以達到呢 對於大數的大腦呢 做一個明顯的這個計算 然後得到一些資訊 然後他們project呢是在2023年的時候呢 希望完成全人腦的這個運算 所以各位呢跟我一樣呢 都有機會活到2023年 所以我們就看看說 2023年是不是會有一台電腦 這台電腦的運算能力呢 是超過我們人腦的會可以模擬我們大腦 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目標 但是呢當然也是一個很具有挑戰性的這個目標 好再沿著這個主題呢 我們要談另外一個跟我們下下週 我們下週是這個 這個元旦所以沒有上課呢 再下下週就是本學期最後一次課呢 我們要談意識跟自由意識 那談意識的時候呢 我們會講的是人類的意識 但今天我們講電腦 我們講這個機械 所以我們就講這個電腦是不是有意識 各位呢要知道說 如果今天呢你看這兩張照片呢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說呢 上面這張照片呢是很OK的 下面這張照片呢 Something wrong 但是如果你讓電腦去看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非常困難知道說 下面這個情況是有問題的 因為呢 他在各種不同的邏輯上來看呢 如果是從影像處理的這個角度來看 他並沒有任何的錯誤 所以各位可能有聽過圖林這個的 Evan Turing呢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英國數學家呢 他在早期呢 他在這個Mind 人工智慧心智的這個期刊上面 發表了有關於這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一篇文章 這是最早的這個AI的這篇文章裡面呢 他說如果呢你要知道說這個 這個人是不是可以有這個意識的話 或是機器能不能思考的話呢 就是要跟他對話 如果呢他在跟你對話一小時的過程之中呢 你發覺不出你在跟機械對話的話呢 那這電腦可能就是有意思 那我們知道現在 如果你有iPhone的話 有這個Siri 你可以直接跟他講話 可是各位也知道 如果你跟他講的是一些無厘頭的話的話呢 他回答也是無厘頭的 所以顯然那個機器並不是聰明到 他知道你機器並不知道你在騙他 機器沒有辦法了解你在問的問題後面的本質 可是如果你是跟一個人對話的話呢 你可能聽幾句話就知道他在耍你 所以你就不會跟他講下去 所以人腦似乎呢還是有很多電腦 沒辦法超越的地方 所以電腦智能的極限到底在哪裡呢 這個是對你對Compute Science有興趣呢 是一個可以問的問題 那這個剛好跟我們下下週呢 要講的這個意識跟自由意志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呢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最後呢我要跟大家在機器的這個 人與機器的腦與機器的這個主題上面呢 跟大家探討機器人 我知道各位不是每個人都對機器人有興趣 可是各位也知道說呢 機器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不管你是屬於家用的或者是屬於輔助性的機器人 但是機器人呢會不會有一天呢 真的像小說家寫的呢會毀滅人類呢 這個問題大概是不會發生 但是呢 但是呢這些機器人呢是不是有辦法呢 在面對道德兩難 我們在前面的課裡面呢 我們曾經舉過很多道德兩難的題目 如果機器人在面對道德兩難的時候呢 他會不會把那個胖子推下去 這是一個問題 那他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有人呢就想辦法說 如果呢道德這件事情呢 可以把它量化 可以把它寫成這個algorithm 寫成編碼的話呢 那或許呢可以告訴機器人呢 他有所謂的輕重的原則 那他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呢 就比如說呢 一個在這個老人安養之家呢 照顧的一個機器人 如果他遇到一個情況是 一個老人安養之家的一個這個病患呢 要求要看電視 所以呢他需要拿遙控器 或者他想吃東西 或者是另外一個人他急需要吃藥 在這三種情況之下呢 這個機器人呢 應該要先serve哪一個人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根據呢 這個不同狀況呢 所謂的做有益的是防止傷害 或維持公平呢 給予不同的指標 這種是很很 不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但至少是可以把某種程度 做道德的某種程度呢 加上一個量化的這種指標 那可以透過這個編碼的方式呢 告訴機器人說呢 你要根據特殊的情況呢 做出符合最大利益的選擇 所以他可能還是會選擇呢 將這個他現在要做的任務呢 是去提供這個病患呢 要吃藥的這件事情呢 會擺在最高的優先 而不會提供另外一個病患遙控器 或者是吃東西 這些呢 都是過去呢 在機器人的研究上面呢 希望能夠在遇到道德兩難的時候呢 解除產生一些方式 但是這跟這個 我們剛剛講說呢 會不會有一天機器人會超越我們人類呢 我想這一天的到達還很久 所以我們先不用考慮這麼多問題 也不用考慮這個愛心莫副告訴我們這個 三個機器人的法則這些問題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還不用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呢 就先講到這邊為止 最後呢 在最後大概20分鐘時間裡面 15分鐘時間裡面呢 我要跟大家討論另外一個主題 比較嚴肅的主題 這個主題呢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都知道呢 我們在學期上了很多的課 每一堂課呢 幾乎都會看到這一類的圖 這一類圖呢 叫做FMRI 就是所謂的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就是所謂的 這個功能性的磁鎮造影的圖 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在運算的時候呢 或者在說話 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大腦的哪一個腦區 有產生Activity 可是呢 如果它真的可以這樣子的話呢 可不可以當作是一個Light Detector 就是所謂的測謊器 我們知道呢 大多數的測謊器呢 都是藉由你去測你的皮膚的導電度 如果你講謊話的時候呢 你會緊張 身上腺素會升高 所以會流汗 所以我可以測你的皮膚導電度 我就知道你有沒有在說謊 那如果是大腦都可以被我們用FMRI來觀測在 我們大腦在思考的時候的一些反應 那是不是可以當作是一個Light Detector呢 那過去呢 這件事情呢 經常不斷在Science或Nature上面出現的討論 原因就是說呢 很多的這個律師啊 或者是一些辯方呢 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來達到某種程度的 這個影響法官的判決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至少呢 在這篇paper2010年之前呢 目前呢 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它可以允許藉由這個FMI的Data呢 當作是一個Light Detector 那所以Light Detector呢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為什麼Light Detector呢 為什麼這個腦的照影圖呢 無法當作測謊的工具呢 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呢 你去對誠實的人 左邊是誠實人 右邊呢是說謊的人 慣性說謊的人 去做他的FMI 這圖的話你會發現說呢 越容易說謊的人呢 會慣性說謊的人 他的大腦的Activity 尤其是在額頁的部分呢 會特別的Activate 因為呢 你要說謊 你必須要想很多事情才能 才能把這個謊說得好 所以你大腦其實是需要更多的 腦區的Activation 所以說謊的腦呢 說謊人的腦呢 大腦的活性呢 是比較強的 可是問題是呢 他在說謊的時候 跟他在說實話的時候呢 只是呢 腦區的活動呢 並沒有辦法顯示一個人 是否正在說謊 只能證明說呢 他在猶豫是否要說謊 如果呢 他猶豫的時候呢 他的腦區會Activate 所以他猶豫要說謊 但是他不一定會說謊 他也可能說實話 也可能說謊話 所以你就不能夠根據呢 他的Activation Pattern 來得到結論 然後再者呢 就是絕大多數這些圖呢 都是經過平均的結果 我們做實驗呢 是讓這個人看這個圖片 看了好多次 然後平均之後 可是我們問一個人的話 不能一直問他 一直問他 問同樣的話呢 他還是講同樣的答案 那你也看不出什麼明顯的差別 所以呢 在腦造影圖 雖然是可以很好的工具 幫助我們去研究大腦的反應 但是呢 作為所謂的側謊工具 或呈堂共詞呢 其實到目前為止 還是相當困難的 在過去呢 這個去年呢 在科學人上面 科學人雜誌上面呢 Michael Gonzalez 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呢 就叫做 當腦的造影 可以成為呈堂共詞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呢 這個呢 或許呢 這個未來呢 並不會一定呢 是藉由這些神經造影圖 來當作是一個判決的唯一標準 但是有可能呢 他可以當作一些參考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從這個腦的造影圖 或者是我們對於腦的這些功能的理解呢 來跟我們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在法律判決上面呢 是否是經由這個執行自由意志 而造成這個犯罪 而產生的判決的影響 我們接下來討論 好 那首先呢 就是現在呢 雖然呢 還沒有辦法用FMRI呢 當作是Line Detector 可是呢 你已經可以知道呢 在很多的法庭審判上面呢 不管你是看電影也好 或是真實的這個審判也好 其實呢 法庭上面呢 的確是可以呈現這個腦的造影的圖 但是呢 必須要有一定的程序 在目前 這是在美國呢 目前呢 必須是要由辯方提出 就是要這個Defendant呢 他要提出這個要求 那這個要求呢 也要通過法官的決定 法官他判決說 是否呢 可以讓這個腦造影的圖呢 在這個法庭上面出現 那在審判程序當中呢 也是呢 必須要經過法官的同意呢 才能夠提供這個圖 有些時候呢 是只能提供數據 不能夠把圖放出來 只能秀這個Data 也就是只能秀這個數字的部分 但是不能秀影像的部分 因為影像呢 比較容易影響這個陪審團 或是法官的判決 所以這是目前 這是在美國啊 在台灣的話我不是很清楚 但至少呢 在美國目前 在使用 在法庭上使用這些腦的造影圖呢 必須要通過一定的這個程序 好 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幾篇文章 這篇文章呢 其實就是要討論到 所謂的criminal responsibility 就是我們講說 當一個人呢 犯罪的時候呢 腦的 lesion 這是腦的 lesion 就是如果你的腦是受傷的 在犯罪的當時 你的腦是受傷的 那他是不是可以無罪開示 所以這個是在法律上面呢 不管是這個中外法律呢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叫做non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大家現在都知道什麼是insanity NGRI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呢 他在犯罪的當時 他的大腦是沒有功能的 是insane insane就發瘋了 如果他瘋的話呢 他是not guilty 就是他沒有這個罪的 就是他做的任何事情呢 是沒有罪的 這個是在法庭上 如果你可以prove說 他是insane做那件事情的話呢 他是可以當庭無罪開示 所以呢 這件事情就變成是說 那法官或者是辯方 他怎麼知道說這個人 他腦有沒有問題 那因為在過去呢 我們不能夠對腦進行研究 所以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可是現在呢 我們有FMRI 我們有這麼多的研究腦的工具 那如果今天辯方提出說 他在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腦是有問題的 那他是不是呢 可以讓法官 讓他無罪開示呢 那我們從過去幾個判例上面來講 第一個是1982年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FMRI 但是那時候呢 已經有所謂的這個scan 就是past scan 對不起就是CT scan 就是這個斷層掃描的方式 那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這是在1982年呢 這個暗殺雷根總統的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呢 最後呢 是non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但是呢 他到底是不是這個原因呢 不嫌不曉得 但至少呢 在當時呢 這個lawyer 就是他的辯方律師呢 他提出了這個x-ray的圖 這個圖上面呢 顯示出呢 他有輕微的這個brain的 shrinkage 就是他的這個大腦裡面呢 有萎縮的現象 所以呢 他就提出說呢 他這 他有所謂的這個mental defect 就是他的這個精神狀態呢 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他做這件事情 就是暗殺雷根總統這件事情呢 是應該判無罪的 那後來當然是經過了一些陪審團的審判呢 最後是不是有這件事情來判無罪呢 這個歷史上沒有交代所以不知道 不過呢 這個暗殺雷根總統呢 他的確呢 他是無罪開設 是not guilty by the reason of insanity 所以呢 是不是會影響這個陪審團呢 不知道 但是呢 的確他的這個 這個在懲判過程中呢 是有展現他的大腦的這個CT的這個圖 這是1982年的case 再來 1991年的另外一個case呢 是一個作家 這個作家呢 他是犯了一個 就是他是殺人案 他是一個murder case 這個64歲的這個人呢 Winstein呢 他就是殺了他的太太之後呢 從這個窗戶上丟出去 假裝成是這個自殺的行為 那後來這件事情呢 他希望pre guilty呢 to reduce the charge of mass slaughter 就是他希望呢 能夠藉由呈現他大腦的這個結構 所以他的辯方律師呢 他就提供了這個mri 那時候 那時候呢就是沒有fmri 但是呢可以從這個mri 就是我們一般在醫院裡面做的 這個磁症造影的圖呢 可以看出來呢 他的這個大腦呢 的確呢是出現了一些問題的狀況 所以如果這個問題狀況是如此的話呢 是不是可以讓他能夠產生比較輕微的症狀 後來這個判決是沒有 因為呢這個法官他雖然有讓他秀這個case 可是呢 這個陪審團還是認為說呢 他做這件事情呢 還是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 所以呢還是沒有辦法呢 降低他的這個mass slaughter的這個charge 不過至少呢 又是另外一個case告訴我們說 在法庭上呢 如果你呈現了這些 不管是CT scan或者是mri的照片 的確呢會有可能影響到這個法官或者是陪審團的這個判決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知道說呢 如果呢你今天去這個監獄裡面看的話呢 當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是瘋子 但是呢30%到40%的犯人 他們是稱為叫做psychopaths psychopaths呢 就是他們精神狀態有問題 我們之前在講這個課的時候呢 曾經有一堂課我們也說 有一些人呢 他是失去理智的瘋子 因為他沒有 他是失去感情的這個 失去感情的這個區域呢 他變成是一個瘋子 那這些人呢 如果你去對他的大腦去進行測驗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 做一些認知的測驗呢 他的fmi的圖呢 正常的人跟這些所謂的psychopaths 這些精神有問題的這些犯罪的人呢 去大腦做比較呢 他 either 是在某些腦區有增加 或是有減少的趨勢 比如說呢 如果是給他看這個negative的image的話呢 就是negative的emotion的這些processing呢 會發現說呢 在這個還有增加的趨勢 在psychopaths裡面呢 藍色部分是有增加的趨勢 換句話說 這些犯人呢 他們之所以會犯罪呢 也許並不是他們本身就想要做這些事情 是他們大腦出了問題 所以如果你認為說大腦出了問題 他所犯的罪就不予承認的話呢 那大概在監獄當中呢 有30%到40%的人 他的大腦去做這個測驗呢 的確是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不過這裡還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呢 當這些科學家呢 帶著這個FMI機器到監獄裡面 去做這個實驗的時候呢 這些犯罪的人呢 都已經犯了這個罪 可能是1年 2年 甚至10年 20年之後 所以大腦也是會改變的 我們知道大腦有可說性 所以這些改變呢 是不是還是跟他當時在犯案的時候呢 一樣的mental state呢 這個也是這個領域呢 需要討論的問題 那最後呢 我跟大家講一個真實的case 這個是在2010年的時候呢 Nature特別呢 舉了一個真實的一個例子 來跟大家講在這個科學的這個證據呢 在法庭上的一個真實案例 這個案例呢 是發生在這個1980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殺人魔王 他連續殺了十幾個人 叫做Brian Dukan 這個人呢 他被判了這個好幾個死刑 但是他的辯方律師呢 就請了這個科學家呢 叫做Can Kill呢 去做一件事情 他把這個大型的 就是像一個拖車一樣 但裡面有這個FMI的機器呢 開到這個監獄 然後呢 請這個犯人叫Dukan呢 這犯人呢 進行大腦的這個掃瞄 這是他掃瞄的結果 就發現說呢 他大腦裡面呢 跟一般人的認知過程呢 的確呢 是有一些些的不同 所以他就希望呢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當然是辯方的律師呢 就希望透過這樣的這個證據呢 能夠Ple Guilty Ple Non Guilty 就是說 希望能夠用剛才講的這個 因為他瘋了 所以他所執行的這件事情呢 是無效的 來檢除他的這個死刑的懲罰 可是後來呢 這件事情呢 真正的結果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開庭的過程當中呢 當時有13個這個 因為在美國是陪審團制 所以有13個陪審團 而且如果是判死刑的話呢 一定要13個人全部同意 不能夠用多數決 必須要全部同意 才能判死刑 所以這個例子呢 真實的實情是 這個法官呢 讓這個律師呢 將這個資料拿出來 但是他說 不能夠秀照片 只能秀數據 只能秀這個數字的部分 然後秀完數字之後呢 這些陪審團進去討論之後出來 其中呢 有11個人呢 要認為他還是死刑 但是有兩個人呢 他要猶豫一下 他覺得可能還要再考慮一下 所以他就要求法官說 還可不可以再看一次這些data 所以這個律師呢 他就把這data拿出來再看一次 然後再看完一次之後呢 他們就繼續想一想 然後出來之後呢 所有13個人都還是認為 他應該判死刑 所以就是全部同意 這個最後這個犯人呢 雖然有這些腦的證據 證明他腦可能有問題 可是因為不能夠證明說 他現在的問題是跟他犯罪 他在這十幾年前犯罪的時候 他大腦也有問題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最後這個人呢 還是判處死刑 所以這個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告訴我們說呢 未來或許還會有更多像這樣的例子呢 在我們的法庭上出現 那科學家到底應該站在什麼角度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如果各位對於這個 所謂的大腦的功能有 這一學期上完這些課之後 有一些了解 那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 你覺得呢 我們應該是要 根據這個法律的規定呢 是因為判決他有罪呢 是因為他有自由意志呢 還是因為他的大腦有問題 所以應該無罪開始 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所以這個思考的問題呢 其實就是在最後這篇文章裡面呢 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criminal的responsibility 就是我們說一個犯罪呢 他到底有沒有責任呢 其實呢是一個 從free will到determinism 就是free will 就是我們所謂的自由意志 這剛好也是我在最後一堂課 要跟大家講的consciousness 跟free will 就是我們都認為 我們身為一個人是有free will 就是我想做什麼 我就可以做什麼 我待會要去哪裡吃飯 我就去哪裡吃飯 我待會要跟誰約會 我就可以跟誰約會 你認為你有free will 可是實際上呢 是不是有free will呢 我們下下禮拜會跟大家來討論 這個也是有爭議的 不過呢 假設你有free will 那如果你的大腦出了問題的話呢 那也許你的free will 不是由你自己所決定的 而是由你的大腦 因為你的腦受傷了 或是你的大腦有缺損 所以造成了你產生這樣的行為 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呢 根據判決呢 是一個人發瘋的話 就是無罪的話呢 那如果我們可以證明說 他沒有free will 他沒有自由意志的話呢 那是不是這個犯罪呢 就不成立 所以最後呢 就是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論點 我沒有答案 但是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 第一個 是從jurist 從法律的觀點來說 我們說brains do not commit crime people commit crime 這是有一位教授叫Moss呢 他寫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他說這個犯罪呢 不是brain所造成 不是大腦去犯罪 是人去犯罪 所以我們處罰是人 不是處罰大腦 可是呢 如果你是一個neuro scientist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 你說Moss 就是這句話 這個教授呢 Moss analysis fundamentally flawed 是錯的 因為呢 他ignore the fact that all the behavior is determined by brain 我們今天可以站 我可以在這邊講話 你可以坐在這邊聽 都是因為你的brain所造成的 不是因為你的brain呢 不會犯罪 而是你人才會犯罪 而是你犯罪的本身 就是你brain所造成的 所以這裡面呢 的確是有一個dilemma 那你到底呢 是站在哪一方呢 這個我沒有辦法提供給各位 任何一個這個主觀的判斷 但是可以 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 就是 如果你今天認為呢 我們所有的這個行為呢 都是由你的brain所決定的話 那brain出了問題的話 他是不是該判有罪還是無罪呢 對這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 好 最後呢就是 今天呢 尤其一些書籍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特別跟大家講說 很多人呢 都有看過洪蘭老師這本書 叫腦內乾坤 男女有別 那這本書呢 當然有一些部分是正確 但是有一些部分呢 並不完全正確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對性別議題有興趣 不要只看洪蘭老師這本書 你應該看另外一本書 另外一本書呢 叫做男生女生的大腦不同問號 在這本書裡面呢 他是從文化跟環境的觀點 來闡述這個男女大腦 是不是真有不同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得到 所謂的男生女生大腦 有沒有不同這件問題的答案的話呢 我強烈建議你這兩本書都應該要看 不要只看其中的某一本書 最後呢就是 如果你對於後面 我講這個關於倫理 或者是關於法律有關的議題 有興趣的話呢 這就是這個 Michael Gonzaneca呢 他最近出的一本科普的書 就叫做倫理的腦 那這本書裡面呢 探討了許多 跟我們今天講的有關 還有一些道德方面的一些議題 那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那今天是聖誕節 祝大家聖誕快樂 然後呢過年的時候呢 祝大家這個新年快樂 過完年之後呢 我們還有最後一堂課 最後一堂課 我們要探討主題呢 是這個Neuroscience裡面 也是所有科學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而且也是最難解答的問題 就是consciousness 所以我們下下禮拜再見